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指出 该会迄今尚未接获前首相马哈迪之长子米战和次子丹斯里·莫扎尼的财产申报通知 若两人未在限定的30天期限内申报 恐将以未申报财产罪名被提空上庭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今日在古镜召开记者会指出 根据2009年反贪会第36条文 反贪会已向两位儿子发出申报财产通知 但目前仍在等待他们的申报 阿战巴基警告称 如果两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财产申报 他们可能面临被指控未申报财产的罪名 然而 他同时指出 两人在本月中期限建满后仍有机会提出申请 另外 阿战巴基证实 反贪会针对SPANCO私人有限公司政府官车维修和管理特许经营合约案件的调查 预计将传召前首相和财政部长入供 包括任何涉及人士 回顾SPANCO在1998年或1999年的历史 阿战巴基表示 无论是首相还是财政部长都将被传唤入供 以获取他们对SPANCO公司的了解 我们会传召当时做决定 把该项目授予SPANCO私人有限公司的人士 此外 阿战巴基透露 关于前财政部长敦达因的调查尚未确定完成时间 他指出 这项调查是基于潘多拉文件泄露 涉及达因财产来源 调查早在很久以前已经开始 跨足多个国家与证人 我们尝试搜集所有证据 包括来自海外的证据 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之一 阿战巴基表示 搜集证据涉及从证人处获得的文件和证词 然而 其中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世 他强调 从其他国家如开曼群岛获取证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补充 有关调查还牵涉到国内其他机构 包括国家银行 有消息透露 因为频繁出现在首相办公室的 土团党资深领袖是韩沙在努丁 根据网媒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 一名土团党领袖被指出现在首相署 并试图为该党领袖的生存问题进行谈判 随后 一则WhatsApp消息在互联网上流传 声称韩沙在努丁就是涉及这次谈判的土团党领袖 然而 韩沙在努丁的私人秘书阿默 伊万否认这一说法 并将其视为诽谤和业余级心理战 阿默伊万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表声明表示 是其他人去务色政府职务 但却是韩沙在努丁遭受诽谤 真是没水准 No class 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近期消失在大众事业 各方纷纷揣测国盟领导层是否被西蒙所利用 导致两党之间出现裂痕 对此 国盟宣传主任拉扎里表示 尽管哈迪阿旺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相对较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党和土团党之间出现裂痕 拉扎里在今日的媒体发布会上强调 哈迪阿旺在媒体上曝光较少 并指出一党和土团党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仍然牢固 他表示 国盟内的各党派在获得全体人民支持后 变得更加强大 哈迪阿旺和丹斯里木游丁之间没有领导层的矛盾 这两位领导者经常保持联系 就巫统提议 收集一百万签名行动以寻求对前首相纳吉的 全面赦免建议一事 拉扎里表示 这只是为了测试巫统主席阿末扎西的领导能力 他强调 一百万签名的收集不会改变赦免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建议巫统撤回一百万签名的收集行动 而不该继续留在西蒙 公正党前副主席 兼人权律师苏仁德兰对西蒙及行动党的沉默态度提出批评 特别是在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行动党白沙罗区前国会议员潘检伟的课题上 苏仁德兰在社交媒体指责他的昔日老战友完全保持沉默 其态度堕落又可耻 苏仁德兰表示 潘检伟遭煽动法令调查 但西蒙与行动党大多都保持沉默挺可耻的 他进一步问道 我的老战友们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为了强调他的言论 苏仁德兰在铁文下分享了2014年9月的一场记者会的旧照片 照片中显示 西蒙当年在野时强烈谴责煽动法令 其中包括拉蒂花等民权分子的参与 多年前当我们还是反对党时 拿督斯里安华坐在我旁边谴责煽动法令 苏仁德兰表示 承诺是容易的 但当权后却将许多事情抛诸脑后 消息指出 有巫统区部主席认为 该党在面对纳吉特赦与否的课题上 应该团结一致 共同振兴巫统 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巫统波德身区部主席法医扎南利表示 无论纳吉是否回归 党领袖与党员都应在下届大选前 重新赢得巫义选民的支持 以强化巫统的实力 虽然以目前政局的不确定性来看 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 但我们需要重夺主导地位 或许我们的席位能够从当前的30席增至60席 另一方面 巫统巴都区部主席 古兰木扎法则认为 无论纳吉是否在牢狱之中 党内事务皆一切照旧 无论Boss School是否入狱 我们都需要强化党的实力 然而 他坦言若纳吉能够提早获释 将有助于巫统的振兴 特别是在柔佛周旋与马六甲周旋时 纳吉在选情方面发挥自身作用 对此 巫统木威区部主席拿多·阿兹哈阿默指出 当前的巫统已被党派政治所淹没 而党领袖应该专注于经济事务 对于国家元首与特赦局的决定 巫统上下都应表示尊重 任何人都可以上诉 但这仍取决于马来统治者 无论我们多么想释放 我们崇拜的领袖 我们都必须接受任何决定